我们来针对刚刚讲到的部分,在做说明 特别的1024方程式,其实就是能够满足什么呢?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它没有特别,其实理论的题目应该跟我们讲 就是什么呢?应该要满足 这边其实我把这个公式 可以满足b平方减4ac 所得到的结果,特别注意是要是 大于0,结果一定要是大于0 如果不是大于0的话,那就必须 如果等于0就是用这样的判断 如果小于0的话,那就是没有根 就是把这一串英文做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理论上它这边呢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公式带进来 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开头一定要什么 先让它输入ABC三个词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它这边有输入输出 总共会有几个范例?有一个,两个范例 也就是输入这个ABC三个词 输入A是2,B是-3,C是1 要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正数的话就这一个 负数的话就这一个 如果输入998,就是没有根 因为D的值呢,就会是小于0 那这边它的输入没有等,就是D的值没有等于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暂时不管 我们先输入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程式写好了 然后我先输入试试看好了 比如执行 当然前面开头一定是ABC三个词 那三个词的话,比如我输入2 就丢给A 然后输入-3,先丢给C 再Enter,再丢1,丢给C 那我这个结果呢,如果输出的结果是1.0,逗点0.5的话 那表示我这个程式是OK的 Enter 有没有,1.0,逗点0.5 也就是这个是满足正的,这个是满足负的 OK 另外的话呢,假如说我输入什么,输入9 给A 另外一个9给B 然后呢,C的话给8的话 就是它的结果呢,应该是负的 OK,就是带到哪一个呢 带到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公式 B平方减掉4AC的话 这个结果呢,会是小于0 小于0的话呢,就要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Enter一下 有没有,它没有根 OK 可是呢,我程式该如何写 特别是哦 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要满足 这个,这边有讲的公式 这边有一个 等于是逻辑判断 那我们判断的方式 我底下的程式撰写 我是先怎么判断呢 我先判断这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当D小于0的话 就是return这个结果 再来判断如果等于0的话 是这个结果 这个公式带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大于0的话 然后呢,大于0有两种 两个结果 一个是 这一个公式的正的部分 另外的呢,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公式负的部分 变成你要计算两个结果 然后呢,把它串成一个格式中间加斗点 OK,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这一题稍微复杂一点点 不过也没有复杂到完全不能理解的 这个部分 然后呢,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计算D的结果 那D怎么计算结果呢 很简单嘛 就是D等于什么呢 B平方减掉4AC 所以我们就把ABC带过来之后呢 B平方嘛 B平方最简单 我们就是用乘乘2 B平方减掉4AC的话 就是4乘上A乘上C嘛 不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所以会得到一个D的这个值 那接下来我要判断什么 判断说如果D小于0的话 那我就什么 刚才直接就输出这一串英文 没有10根 有没有 OK,比较简单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底下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OK 如果呢什么呢 D小于0的话 那很简单嘛 我就print什么 print这一串英文不就好了 所以底下的话就print print OK,这个的结果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因为我将来需要写成Function 所以我就怎么样 把这边print我先不要print了 我先丢到一个字串好了 用s来接 最后再prints OK 那主要是要符合将来 因为这个题目最后是要写成Function 所以会多一个步骤 s等于就这一串 他给我们了 所以你把这一串 这一串英文把它打上去 OK 其实没有10根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第二种 第二个逻辑判断就是判断什么呢 L if 是不是呢 D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把 这个Function 4 等于是有两个 两个相等的10根 就把这个公式带进来 就是等于 这个呢 负B除以2A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讲 来L if 如果D怎么样 等于0的话 OK 其实你就要照着这个方式来写 OK 如果D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套用过来 那套用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什么 这边多一个什么 我多一个变数 ns ns等于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负B除以2A 2A的话就2乘以A OK 你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它带到这边来 如果它等于0的话 OK 特别之后 这个我们一般叙述是等于0 一个等于 可是将来呢 在Python的程式撰写 一定要是等于等于0 这可能比较容易忽略 如果如果你写VBA的话呢 一个等于就可以吧 OK 只是Python 两个等于 OK 那再来的话呢 所以呢 这两种逻辑都已经做完了 最重要的 最困难就这个 如果什么呢 AO if OK 那不过answer我特别注意啦 因为将来一样会丢到s里面输出 所以我这边再把它转型 外面包一个street 因为得到的结果 这个里面放的呢 通常会是一个辅点 或者是一个整数 那当然我要把它转成 自创在做输出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else 或者AO if D如果是什么 大于0的话 当然其实 它不就是小于0 不就等于0 剩下来的一定就是大于0 所以你就直接else OK了 else就是除此之外 OK 那么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计算两次 我刚刚讲过 一个计算的是正 这个公式 你就是什么 先计算-b 加上开根号 对不对 开根号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在python里面开根号的话 必须先import一个mass 所以我上面已经有import了 然后利用mass里面的一个函数 叫.sqrt的函数 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开根号平方根的计算 所以我们底下的话 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 那正的话我是丢给ans1 公式的话 其实我刚刚讲的 就是什么 负b先用正的 OK 加 然后开根号的话 其实是mass.sqrt 然后怎么样 再把什么 实际上 因为b平方-4a7 其实刚刚已经做过了 在哪里 其实在d就已经做过了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 直接怎么样 把d拿过来这边就好了 有没有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公式再带一次 也可以 只是说公式相对的比较冗长 OK 你不要做一些太冗长 而且重复性 所以把d直接就丢到这个我们的sqrt里面 OK 意思是说b平方-4a7 不是一样 然后再除以 这个地方有个除以 2a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2乘上a OK 那一个是answer1 是不是注意 这边是加的 这边是减的 OK 一个正一个负 OK 那就满足了 它两个相议的十根 OK 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所以一个answer1 一个answer2 那最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出出的结果 是 这个正的十根 跟一个减的十根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 中间加个逗点 那最后的话也是串接自串 就是先把它转型 中间加个逗点 特别说这边有个空白 OK 这个空白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空白 也是会出错的 OK 或者你可以用format 这边其实也可以用format 有没有 两个变数 如果你可以什么 两个大瓜 两个大瓜糊 逗点 中间加一个空白 然后就把两个 这个变数丢进来 也是OK的 好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最后的结果print出来就可以 prints就可以了 OK 其实特别说 当然 你想说老师你干嘛多词一局 为什么不直接这边就是print就好了 print 把这个print出来 这边print 其实也可以 但是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第五类的题目是要写的function 所以将来我们如果用s的话 好处就是直接returns就可以了 那returns之后呢 再把那个s接到print出来 那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什么 先计算什么 输入三个词 然后呢 计算b平方减掉4ac的结果 OK 好了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OK